要求換跑道 塔台不准 澎湖空難揭秘 7月23日 對洪榮兵而言 是一個永生難忘的驚魂夜 這場在麥德姆颱風的 戚風苦雨中 造成48死 食傷的空難慘劇 是台灣近12年來 最嚴重的空難 失事原因的調查與責任追究 目前仍在進行 但本刊皆或一位 了解內情的人士 爆料指出 父親航空搬機坠落前 機長李毅良因能見度不佳 無法看清跑道 曾向塔台請求 從原來游北向南降落的 兩棟跑道 改成從游南向北的 棟梁跑道降落 以利用棟梁跑道所具備的 一將系統ILS進行導引 讓機長在惡劣的天氣中 更有把握的進場 但是塔台不准 而空軍司令部也向本刊證實 當晚馬工機場塔台 卻曾透過無線電 向空軍馬工機場勤務隊 詢問這架航班能否轉換 跑道方向降落 但軍方還未正式答覆 塔台十分鐘後就主動取消 逆跑道降落的要求 父親G1-222班機 少了第一個可能可以自救的機會 機長李毅良與副機長江冠心 仍必須在惡劣天后中搏鬥 氣象專家這麼生氣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在颱風的惡劣氣候下 如果遇上微暴流的氣候變化 機長經常很難駕馭得住 沒有導引系統的協助 再加上瞬息萬變的惡劣天氣 G1-222班機最終走向萬劫苦苦的悲劇 我先聽到小女生 小女生在喊救命 在喊 在尖叫 對 然後再沒多久 我就聽到第一聲爆炸聲 對 第一聲爆炸聲以後 我就沒有聽到任何 就是任何人在喊救命 大爆炸之後 來不及逃出的乘客 都被活活燒死在遺場裡 這起重大的悲安事故 留下的除了遺憾 更應該有痛定思痛的教訓